第二堂课 好那跟随老师提到云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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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会讲说 如果基马都可以做的 模拟得出来的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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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不到的 哦... 哦... 至少满足一般使用者需求一定没有问题 哦... 一个学校需求没有问题 哦... 所以说 整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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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正的机器在这里 真正的机器在这里 真正的机器在这里 SERVER 那你看这里 我模拟出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虚拟的一个机器 好比说我JTA ADAPT SERVER 可以模拟出十个WIGOS的桌面 分别给十个USER来用 所以USER就可以 就可以只要一个平板 也不用装 不用装Microsoft的这个Windows的系统 只要有Browse 或是有一个 这个开关的应用程式 就可以直接去Run 去执行这个Windows所有的程式 所有的应用程式 那我这边 倒是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好像这样子 我这个系统是关在我的电脑 加上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类似的概念 是放在圆上面 所以我就可以执行 假如我要执行Windows7 我就可以有Windows7 我在AMO这个上面 我就可以有Windows7 可以移动 好 不只Windows7 我可以其他的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我还是Windows 我还是 我的桌 我的电脑还是在Windows Apple的电脑 Mac的电脑 所以 你用什么样的平台 那个ClientBusher一定不重要 你要Run什么系统 有功可以帮你Run 所以你在 影片上面 你可以要求我现在要Windows系统 我现在要IOS系统 我现在要MateOS系统 我现在要Android系统 我现在要什么 Linning系统 或是其他的VPS系统 很多人都做一些 你就直接 请他帮你知情 他只要把知情或画面送到 你的ClientBusher看就好了 你下面一定从你的 你的座位置 送回去给他就好了 所以你根本 用你直显那个座位系统 你只要有 有一个萤幕的意思 有一个 那你看到他画面上 你就可以 带着很多的 不同的座位系统 你可以带着 Windows座位系统 你可以带着 HouseOS座位系统 这样随身带着什么 那 这就是 那你看一下 我这边把它关掉 他就回到一个平台上 这样 他弄了一个 那 那么 这是一个虚拟机器的带来 事实上 我是模拟 我那规格的系统 感觉上 好像他是弄在一个实体 机器上面 事实上 我是模拟一个环境 给他 我有电脑 有机器 你看这边 我可以宣告我多少 比如说我要 其他记忆是这么多 那 时序集这么多 还有网路 界面卡是什么 这都不得宣告 我这边还可以放很多 Windows Edge Android 还有其他的 那个什么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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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ora 这也是Linux Cleaner系列的 3PSD 我那很多系统 都得做一些东西 以往 一套作业系统 可能用一台电脑来的话 不需要 我带一台就好 我带一台平板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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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雲哥帮我执行 不同的作业系统 分居我的要求 所以 这个观念 就是虚拟机器的观念 所以如果说 你要 你现在希望 你现在希望跟雲 服务公司要求 原来虚拟机器 那你就把相关的 规格开好 CPU要有块 它就可以模拟出来 虚拟机器可以 作为系统也配好 它上面可以 run AP run application 公文 那user 只要有画面 带给他们看到就可以 就可以操作 所以 所以 简单讲 自己我只要一个萤幕 可以让他们看 可以把我的失误 我的秘密 带给后面圆端 够了 我的这个 这个设备就这么安装 好 好 OK 所以 观念非常重要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所以 我模拟出 很多人都不同 虚拟机器 其实 刚刚就让大家知道 我就是在用的 我们就在用的 对不对 只是说后面这一段 比较说 比较所谓 基本的虚拟化 这种 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基本上 之前都是大家在用的 只是说 你只focus在你的端上面 云那一层 比较那样去接触 那实际上 云那一层 才是复杂 对不对 你要怎样做这么多的事情 包括模拟机吗 出来 好 那我们就慢慢的 让各位进入 这个 这个 一些基本的影代理 好 那云那一段概念 简单的说 这个就是随时随地 使用这个装置 助具各种服务 那么 大部分有没有在用 嗯 嗯 嗯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云端云端的概念 并不是创新 并不是创新 只不过说 我们用云端这个名词 在这 在这里就是这个名词 那在以往那种观念 已经有类似的观念 好 那么在早期 还没有个人变好之前 哦 这个是一个 呃 就是一个 中央的主机 然后接很多荧幕 啊 这有点像运段运算 不过这个运很小 就是一个 在 在机房里面的一个小物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个人变好 或是还没有很普及 个人变好 没有很普及的时候 哦 要去上机 多少排队 因为 因为就是 一台主机 然后很多中观机 我所谓中观机 因为就是只有 一部跟键盘而已 哦 就这样子而已 那你包排队 然后去登记 还有 然后去登记 那排队 好 就马上去写作业 到里面就来写作业 他都用同来一台电脑 那一个电脑很强 所以他可以同时服务很多人 有点类似这种概念 对不对 我把资源集中起来 同时服务不同的因素 有点像原来 但原来也是这样子 好 那么 所以 这边说 他不是新的关键 是因为最早最早 还没有提 个人电脑之前 就是只能用这样的一个电脑 服务 中央有个主机 配很多中观器 这样子 好 那到那个个个人电脑之后 大家就不开始排队了 我现在 我就买一台个人电脑 从那个 各位如果有研究的话 从8086 PC ST开始 802 863 864 802 864 802 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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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那么 到 到 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 硬体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 网路的进步 网路的进步 速度够快 所以 把这个中央集中处理式的计算 进一步的升级到 云的带电 它不再只有单主机 它可以创接的 各式各样的主机 成一朵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域 同时来服务很多预测 把所有主机可以创起来 什么叫所有主机 可能ggi 也不至于 它是隔壁 也不最后 隔壁 这个计划 也不被移, 可能... 那這個怎麼整得就很重要了 都怎麼樣大家合作 讓合作不容易 會打架 所以這就有很多紀錄要發展 怎麼樣去分工 才不會打架 怎麼樣去 互相之間的主題跟資訊交換 這個都很重要 這些大家都比較不會碰到 那這些東西都要碰到 就要去做一研究一下 那所以 這一塊可能是很 很這個 不容易做到的地方 那所以隨著 硬比技術的進步 特別是廣播的進步 我剛才講頻寬過快 所以主題間的傳輸沒有問題 使用者在遠端跟主題間 跟語的傳輸也沒有問題 特別是我們現在要到4G了 4G了甚至到5G 的機構邊機構網路 它速度又更快 所以網路傳輸不是沒有問題 使得我可以把大部分的計算 或是所有的計算 都丟到我裡面去做 把結果快速的告訴我們就好 好就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它是整個服務跟商業模式這樣創建 如果想商業模式 也許管院的同學會更多淡錢 它整個 因為它可以提供更多網路 可以整個更多資源 因此它的BG model 會比錢更明顯 它可以賺錢 它可以賺錢 好 而且可以用來賺錢 然後背外賺錢 所以 各位 從這個 這個地方 其實我也跟 各位在分享一下 一個事情 就是說 你怎麼樣利用這平台的賺錢 一個朋友 我舉個例子 像YouTube YouTube就是 很多人包含影音的作品的一個地方 有很多人在上面參與 對不對 沒錯吧 你有什麼作品 你比如說很會唱歌的 或是說很會演戲的 或是有什麼特殊特殊的影音作品 原本這些東西 你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你知道嗎 你可能還要發生 亂亂的類似 你可能要自己去負責傳輸 這些人也一起告訴 你要有 我有這個作品 我有那個作品 我有這個作品 我有這個作品 現在給我 我有一個YouTube 跟雲的服務 我把我的作品放在上面 很容易就把我的作品 很快速的 穿越到世界各地 原來這個動作 在雲之前 雲的服務 其實我可能做不到 你只好挨家挨戶去拜訪 那些什麼唱片公司啊 這個這個 電影公司啊 或是什麼表演公司啊 基地公司之類的 現在不需要 你只要能夠上 你只要透過雲的平台 可以很快速的 部署 你 部署到所有的全世界各地 我看到你的東西 所以就是用這個平台賺錢 這一個方式的一個例子 那另外 電子商務平台也適合 對不對 你不用再開市集店內 你只要有個電子商務的 虛擬 虛擬 比如像 像拍賣網啊 或是說像一些 露天啊 或是用像阿里 這個 那個 淘寶網 這樣 用一個商務 賣家 你很快就把你的東西賣出去 這個以前你怎麼做到 做不到 你以前執好跟廣告執好去發傳單 執好去的嗎 來家或去拜訪 現在不需要 不用實體店 所以 最近我統計 我們的實體店內少了一萬多家 台灣 實體的商店的話 少了一萬多家 但是 虛擬店內增加很多 所以講到這邊 我真不知道我們的皇帝 常在葬什麼 我平時實體店內都已經少了 我會是皇帝常在葬什麼 這個 也蠻奇怪的 所以 虛擬 所以整個 網路 整個雲端 畫地補給之後 其實 你在哪裡 已經不重要了 對不對 你住哪裡也不重要 你東西要送到哪裡也不重要 這個location 已經是 也不是重點 你只要把物流搭配好 你住哪裡 都是很方便 所以 你 你問那毛利長不在賬嗎 毛利長不在賬嗎 因為 這麼大利不重要 要開會我也是去 事實會 是吧 好 這是一萬塊 商業模式的創新 各位現在 因為你生活在 你就是在這時代長大 也許你就自然這樣 就會利用它 但是像我們就有經歷過 從 沒有個人電腦 開始到有個人電腦 現在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環環發展的時代 我們其實有很多人 很深刻的感覺 真的 百變很多 百變很多 百變非常多 所以我們要 我們的心態要調整 OK 那各位很有心的 現在這個年代 好的運用 的資源 不要只拿來打 現代遊戲 知道嗎 不要 怎麼 只拿來打這個 GAM 你要花那麼多時間 去做更多一件事 對不對 如果真的 對GAM有興趣 你就去學習怎麼寫外掛 怎麼寫外掛的層次 那也會有收穫 不要只是 好 這個 這個玩意對不對 你要 訓練自己寫外掛 那這樣子 可以 好 所以什麼都可以虛擬化 包括 Application Server 一些Code Program Mobile PC 都可以存取 Delabase 也可以虛擬化這些 那特別來寫一個叫 GIGITSYNC GIGITSYNC GIGITSYNC就是我們在講 廚房裡面的那些 鍋碼條款 都可以虛擬化 老師這什麼虛擬化 開玩笑 你上 你去 你去訂一下這個外掛就是 對不對 你就不用化 比較冷 包括這個 雲端化的這種 這個 這個廚房服務 有沒有 你也不用有什麼 廚房 不用吸油煙 這個 這個 對身體不安 然後就可以 雲端化 空機 不夠 直接 從雲服務區下訂單 好 所以 Everything 都可以 這樣子 想要到